可以可以 時間到齁 好大家好又是我齁 沒有我沒有要再講 好那接下來是邀請我們 Google的Cloud GDE 就是Google Developer Asper 的Mix 然後來跟各位分享就是GCP雲端的路門 那我先講齁 就是GDE其實是 蠻尊爵不凡不容易的一個 一個title 那其實 各位有沒有聽過GDE的 沒有好有有OK 謝謝那其實GDE它不容易 它比如說要在社群部分 有累積一定的一些社群聲望 你有一些貢獻 然後要經過Google的 interview才可以進來 那GDE有什麼好處就是現在沒有啦 但是之前我有聽過就是說 GDE的話每年Google I.O 會送你機票去美國 然後會邀請你跟 然後在前排 尊爵不凡前排留一排就是GDE only 對然後來邀請他們聽那個Keynote 那Keynote那個Google I.O票多難搶啊 所以其實是還蠻不容易的 好那 那當然如果各位有興趣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MIX大大 謝謝 好謝謝大家 今天不玩都玩了大家放輕鬆 今天唯一比較重點齁 比較重點是這個有個抖王子 所以slide 不過到時候slide我會放出來啦 所以這個有抖王子是BIT.Li 然後斜線Sakana SAKNA 然後今天的日期 2022-0730-1 那為什麼是Dash1呢 因為下排一場 所以就很懶 另外一場就Dash2 OK 那我們今天請問跟大家聊一下 怎麼樣去入門GCP 所以其實這個應該是一個100的課程 但是我們會大概提一些 可能我們需要注意的重點這樣子 OK 好 然後今天打就是跟大家講 什麼是GCP的平台 然後怎麼樣讓各位跨出使用GCP的第一步 或是說我們常見哪些GCP的服務 然後呢還有一些GCP的一些經驗的快速交流這樣子 因為我們只有半個小時 OK 那 我們再往下 OK 那其實 其實大家知道嗎 其實 其實如果你去做一些比較的話 其實台灣的那個社群啊 其實交流的非常非常的頻繁 那個頻繁到是 你如果就是早期那個 有那個社群的開放日記 Google的日記這樣子 你可以從禮拜一 然後參加 參加社群然後參加到禮拜天 然後參加到你那個 七離子 欸對不對 就是說那個 就是說 家人都看不到你啊 對不對 所以呢 早期可能你可能會看到 你可能會 有看到一些社群 像State Area OpenSeacher GDG靠台北 然後 然後這些社群 然後其實你會發現說像 Firefox 其他都有 那 我主要其實有一些社群的一些經驗這樣子 OK 那這邊廣告一下那個 GDG靠台北 所以如果在那個 額 Google上面啊 其實你可以 你可以搜尋GDG靠台北 那 其實不管是 GDG GDG 台北跟 GDG靠台北 其實我們都可以一起辦活動 然後之後我們其實 會辦一些 呃 今天是講GCP的101 然後之後可能會針對某一些服務 比如說像 GCE 怎麼要去 怎麼要去使用醫院 然後或是像 可能我會跟 我們下午的長期是辦 他是 E7的工程師 然後他今天講GKE的部分這樣子 所以我們到時候 我們會來辦個GKE 就是 Google的Compatis的101這樣子 那今天先帶大家 來了解一下 就是 怎麼樣去入門使用這個 GCP的部分這樣子 OK 好 那這個就 大家如果在Facebook上 就搜尋一下 那個 GDG靠台北 就謝謝大家加入這樣子 然後上面呢 有一些 文章啊 然後呢我們定時都會去Po一些 Quilab 早期叫Quilab 現在叫做 CloudSkillBus 對 有些免費的Code 就貼在上面去 然後大家就可以免費去練習 這些相關性的操作這樣子 OK 好 好 那第一個介紹一下 什麼是GCP GCP是Google的 Compatis的縮寫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 有 比如說現在 大家可能看到三大雲端平台 就是 你可能知道說有Google的 然後有Amazon的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A9的營單平台 那GCP其實是 Google Cloud Platform的一個縮寫這樣子 那Google的產品其實很多 就像剛剛阿德雅講的 你如果去看Google的產品 其實就超過100個 超過100個 那你就會看到什麼 Version AI啊 或是看到那個什麼 那個 阿德雅講的 都在裡面 OK 好 那我們這邊其實就會跟大家講說 其實有100種以上的產品 那你大概會從什麼樣的一些服務 然後它其實你點進去 它其實會有任何服務 那其實 我們在簡報裡面幫大家做很多很多 Link 那到時候就是可以讓大家做使用 所以大部分如果你本來是學生 所以我們田野調查一下 請問這邊是學生的請 那我知道一下吧 對對對 不過我常覺得 學生現在其實都是比我們這種老人家有錢很多 那其實在使用銀燈的時候大部分會綁 會大約綁 Credit Card 所以呢 怎麼要去跨出第一步呢 一般來講給大家建議就是 你有個Visa的金融卡 有金融卡它就是 你現在去什麼郵局阿 某些銀行去開戶的話 它本身就會 就會帶那個什麼信用卡的功能 那為什麼產生第一步一定要先推這個呢 很簡單 現在的Visa金融卡 大部分就是所謂的Debit Card Debit Card Debit Card就是什麼 Debit Card就是 你的那個存款帳戶裡面阿 只有兩千塊 它最多就是扣到兩千塊 對不對 那前幾年你會聽到一些慘案 就是說 開了機器之後忘記關對不對 或是開了機器 沒有想到有這麼多人用對不對 那前幾年後 口罩地圖 那太活活的 一看到它分 嗯 一個晚上幾十萬就噴飛了 但Google就很佛心的去贊助它對不對 所以 Visa金融卡為什麼 我知道你可有很多張信用卡 那要使用Visa金融卡呢 萬一發生什麼事故的時候呢 就可以控制在一定的災損之內 ok 然後第二件事很重要就是 其實Google所謂的免費計畫 如果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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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Gmail阿 本身沒有使用GCP的話 那事實上你可以在90天之內 然後呢 免費有300塊美金的額度 可以去嘗試這些服務 然後呢 其實呢 它也有一些 一些低額度的服務呢 就是一定的啊 可以讓你使用 不會收集費用 所以你的Gmail 如果還沒有使用過 GCP的免費計畫呢 就是做的 對不對 300塊 有人在三個月之內 免費讓你用對不對 然後呢 其實也有很多 大家也有很多那種 另外的招數是什麼 其實我 不只一個Gmail 對不對 第一個用的 然後再用第二個 但是不要這樣做 因為如果你要 維持服務的話呢 你還是要做 但是它其實有些限制 什麼樣的限制呢 就是比如說 欸 假設你要使用GPU的服務 或是你要去提高coda 也許說你一開始的這些試用 假設就跟你開 比如說 10台 或是100台機器 但是如果你要開到1000台 或是更高的話 你可能要進入到 進入到所謂的什麼 就是 就是進入到所謂的實際使用 可是你可以 不管你是90天之內 或是你的Dmail結束的時候呢 你的試用期會結束 可是呢 你如果轉成正常使用方案的話 其實它給你的300塊美金呢 它其實就會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OK 好 好 那怎麼樣去使用 就是Google的第一步呢 第一個很多人 大家就說 那我就看Google的文件 可是Google的文件 其實就很多 我們大概只有一百多種產品嘛 那你就發現說 這上面真的很多文件 所以呢 我比較建議各位什麼呢 建議各位就是說 其實有一個叫做 我們大概有提到 有一個叫 Qui Lab 現在改名叫做 Google的Color Skill Boost 那這邊呢 你就會發現 這上面呢 就會有很多 其實不一定所有客人都 有些可能需要Quality的費用 有些可能是免費的 那這上面可能就有三種型態 一種就是單一的Level 我就做一個實作 第二個呢 它可能就是有Quest 就是有多個實作組起來 然後呢 讓你完成某個目的 第三個它有Lesson 那Lesson的話 其實要做什麼事情呢 它其實就是 比如說 它先用影片告訴你說 欸這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然後呢 接下來要搭配實作 然後呢 實作之後呢 再給你一點點的問題 所以呢 非常非常建議各位 就是 在我們公司裡面 如果有新聞 要進到我們的課的時候 因為我是負責雲端的 相當的部門這樣子 那我們在訓練新聞的時候呢 第一個首選 就是用 就是 目前又是用這個 我還是提供它 加褲勒吧 就是 CloudSkill Boost 這樣子 OK 好 然後呢 那另外還想說 有時候要一直做電子 所以已經很悶 那怎麼辦呢 所以呢 這邊有兩個 YouTube的頻道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叫什麼 這叫Google的Cloud Tech 好 好 這個很活潑喔 然後另外是APEC 所以這邊也會看到 可能會覺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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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他的同事這樣子 好 所以呢 你會發現到 這個是Google Tech 那你就發現說 它的這個影片啊 它更新的非常快 十一個小時前 一天前 一天前 兩天前 好 所以呢 有時候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 訂定一些延期目標 好 什麼叫訂定一些延期目標 我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像我自己個人是 我的下班之後 我給我自己訂的目標 是我一週要念七個小時的書 啊七個小時的書 有時候下班有時候很累累耶 不想要太硬 然後去做LAP啦 怎麼辦呢 可是 好像 一個禮拜都要念七個小時 所以怎麼辦呢 啊不然我來看個影片 影片也可以算十次對不對 可是理由 所以你就發現說 看的影片其實不會太適合 然後 你就可以趁這個影片的時候 在Google Tech的這邊呢 你就可以知道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 Google現在正在演進的技術 比如說呢 他們最近這種事情 他們最近把那個 ON格式的機器 把它放到G7E裡面來 把它放到什麼 GKE裡面來 然後呢 你在TKE上面呢 你去做那個container的那個 build 那你用BS 你可以同時build X86跟ON一起build 對不對 這個大家怎麼做啊 在這邊 你說英文 英文好像也有點痛苦 怎麼辦 不然就開一點APEC 所以這個影片可能就會看到 韓文或是其他中文的 OK 所以大家就可以來這邊逛一下 這影片 我記得 有沒有 這邊你就有看到 什麼韓文標題啊 然後中文標題 我之前 欸你看 一看就看到MIC 哈哈哈哈 好 來 你如果覺得看英文一點硬對不對 台灣計劃篇 光看這兩個字 就應該進來吧對不對 好 好 那我們如果在6月15號的下午2點到4點35分之間 會舉行一個線上的semin OK 所以呢 我們希望幫大家集了很多很多的資源 來做這些事情 OK 好 然後呢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 你只要有一些人來共同談這些事情 對不對 所以呢 這邊我們就講 欸這邊有GDG考到台北跟GDG台北 這邊有粉絲專業啊 活動網站啊 跟網站 放在上面 好 那我們說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只有那個 那個董王子嘛 對 然後會後也會有時代出來 好 實際上各個這點 那就是你可以在Facebook網上去搜尋GDG考到台北 或是GDG台北 加入 然後我們其實就會把一些活動 的一些訊息放在上面 然後我們可能不定時會 做一些線上啊 或是intention 就實體的聚會 那像我們最近的聚會就是 呃就是Kevin他辦的就是 IOS Dendy的 我們在Google 他之前Cloud 每次在Google辦一些活動這樣子 OK 好 那其實很開心啦 為什麼是台灣現在的 疫情比較區寒一點 我們可以辦一個實體的活動這樣子 是 好那接下來 快速跟大家講幾個 講幾個 講幾個那個 名詞 好 講幾個名詞 那第一個叫 第二個叫Project 所以當你在使用 當你在使用GCP 另外一個你使用AW10 或是使用A9 有什麼不一樣 好 這個就是結合一點實物 第一個在GCP上有什麼Project 那Project 就是說你可以在GCP上 任意的開多個Project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好 因為如果你是實際上 在公司使用雲端服務的時候 其實有告訴各位 你實際上在管這東西的時候 你面對的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怎麼分帳 對不對 你要怎麼分帳 那因為我是在傳統產業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們很羨慕說 那個如果是在青創產業 他們在開那個機器的時候 有時候是可以 比較隨性的開 哈哈 比較隨性的開 為什麼 因為在傳統產業 你開機器的時候 雲端跟地端很不一樣 在地端 因為它是一次性的採購 你機器買了之後呢 就是申請對不對 申請完了之後呢 你用的好不好 沒有人 沒有人會特別去仔細的去評估它 可是你又在雲端 我跟你講 你只要開一台機器 你甚至開 你只要存一個圖片 它每個月都給你算錢 所以呢 在公司裡面 它就會做費用歸屬對不對 那如果真的費用歸屬的話 在GTV這邊就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你一個專案 就開一個Project 反過來喔 你如果是在 你如果是在亞馬遜上面 假設你今天有多個部門 要使用雲端服務對不對 難道各位會非常厲害的 我來幫大家做一件事情 我幫你們有沒有開AWS ID 欸到底是想說揍我對不對 就是 每一個專案開一個AWS ID 光這件事大概就弄死了 那你說 欸那我開一個ID 那我去區分它怎麼可以 對我知道 你可能說 有一個東西你會接有TAG對不對 標籤 來去標一些某一些專案 可是有些動篷的東西 是比較不好標的 比如說什麼 網路的流量 API給我存取 對不對 你要怎麼分 然後Data Transfer 對啊 所以GCP在StonePort 以外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什麼 簡單 而且GCP到時候 你可以把這些帳單 把它Export到Bitcoin上面去 然後你再透過DataStay把它視覺化 你連後面的那個 那個費用的Report都做好了 就是開放它 然後呢就讓你的各家負責人去點說 欸我這個會花多少錢 欸不是啊 我這個會哪邊可以省錢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是 Cloud Location 那Cloud Location 我們一般常聽到就是Region Zone 那這個在 這個在今年大家會有些變化 因為 早期的話 是 GCP是台灣 唯一三大營品牌裡面 是有機房的 各位應該有聽過 這是什麼髒話機房這樣子 OK 好 那 AWS跟A9準備對地爭 但是AWS比較有點像 他們不算Region 他們不算Region 他們就是因為部分服務過來 然後就是這樣 我們在台上 欸你還會聽到什麼呢 像蓄力主機 蓄力主機 蓄力主機 另外再過我就是什麼GC 就是Compute Engine 那Compute Engine的話 第二件事情 欸我們101還是要提到一些重點 欸我都開機器 我都開VM 老闆可能會想 會有一點想法 什麼想法呢 如果你只是要開VM 為什麼不就開地端對不對 因為如果開在 如果真的這樣比較 如果說欸 你單純開個機器在銀端上面 好處它就是快 然後隨時好調整 但是你如果離24小時開的話 更開在地端 這樣地端來講 可能會有一點點價格的優勢 但是那是傳統的開法 好 第一件事情 如果在雲端上 GGB開這個機器的話呢 好 GGB有個殺招 什麼叫殺招呢 它有個東西叫SUD 所以 如果你的機器是持續開30天 它的CPU跟記憶體會打7折 其他平衡你可能需要RI 你要跟他簽Commit 就是我要持續使用一年啊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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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第二個呢 第二個是其他平衡都有 就是他比如說搶戰士的VM 或是SPAVM 這樣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 你可以用透過SPAVM 或是Pindable的VM 做什麼事情呢 它事實上是 一般VM機器價格大概是20% 兩成的價格 你說哇 怎麼這麼好 只要是這樣子 欸那 這樣的話適合什麼呢 如果你的實驗內容是做什麼 假設你是剛才做一些像 SPAVT啊 對不起 就是像那個什麼Hadoop啊 對不對 或是 你做一些分析你就做No Reduce 或是說比如說你把圖片丟上去之間 它去做壓圖對不對 或是去做轉殼式 做完之後怎樣 收斂就關起來了 超方便 啊其實也有另外一個 如果你是到GDP的 就是產品像Dataplug 你可以東西丟上去之後呢 產生一個Pupside Trigger 它在Dataplug幫你產生一個Hadoop的Cluster 然後呢 做完No Reduce之後呢 收起來 然後呢東西就要GCS結束 你光這樣講就發現說 以前的傳訪書很簡單 你今天跟你的營業部 你的這些機房的人員借了什麼機器 你就是直接算一個月錢 可是呢在營單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什麼 你完完全全可以按照你的行列 來決定你要產出的成本 喔 整個成本 OK 然後最重要一點是目前 另外兩個營平台還沒有的 就是GCP的某一些行別 因為當中你可以用到行別對不對 它就做一件事情 它就制定你的什麼 CPU跟記憶體的數量 我不知道剛剛有沒有在營單去鮮很多機器對不對 它是說你有沒有跟你的學校鮮很多機器 在鮮很多機器的時候 它大概都是一個一個很像那個 麥達爾泰爾差什麼 A3P373 就是誒 我4顆就要配60G 對不對 可是你今天如果說 你今天是要去用這個機器做什麼 你要去做什麼那種就是 核色線的分析啊 那你可能要說用什麼能力卡的演算法 你可能要用GPU對不對 但你使用GPU的時候 其實你用不到CPU啊 可是它會強迫你怎樣 一定要掛什麼 8G64G 可是在Google不用 也許有個很奇怪的配法是什麼 你可以用1Core 隨便啦 1Core 3.75G 但是再配一個GPU的V100的卡 可不可以 做得到 那是有意思嗎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 當你在使用雲端平台的時候 跟地帶有很不一樣的事 你只要登到雲端平台之後 你要仔細 要仔細注意說 上面會出現很多橘色的驚嘆號 那其實就知道為什麼呢 Google會依照你的使用機率 要說 你的機率快太高了啦 不用8Core 16G啦 你6Core 10G就可以了 那因為它可以什麼 它可以自訂機率規格 你就可以把它調成什麼 你剛好在 比如說用80% 你就給它85%這樣子 OK 所以管雲端都很苦 因為把機器都壓得很緊這樣子 好 另外就是Fireware 那Fireware這個其實還好啦 就是 你可以透過Fireware錄耳 或是 來去做一些網路規則的主檔 那這個比較有趣說 如果你這樣使用GDP Fireware的話 你可能就是 你可以設定全部的Fireware 或是比如說 針對版本的一些Tag的Fireware 所以在螢幕平台上 有時候Tag的使用程度是很好用的 就是 你可以標記說 我這個大概要用80 可是是符合 比如說Nex Home 用在加對不對 這個 標記 這個時候它80才會通 或是22才會通 還有可以透過SakeTime 你看到它之後你的彈性就變很高 然後它有些都 然後在螢幕上 就可以看到 你可能會用Low Torx Low Torx可以做什麼事情 就是前面 掛一個Feedza的停停器 然後你後面就可以掛很多機器 然後他有檢查 正常的時候呢在派現 還有呢還有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案子是包括第三方包的廠商 你敢把你的 那個公司的那個網路的SSL 憑證給他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能前面有個LV後面在刮機器 對不對 你把你的網路憑證刮到那個SSL 拿它翻進來 正正是什麼 快速加戰 那另外還有沒有 雲端最常要用 地端的話複製 比較難複製不是沒辦法 比較難複製就是所謂的Auto Scaling 叫自動擴展 那自動擴展 那自動擴展是說 當你這邊後面有一堆機器對不對 有人進來使用的 CPU上升的 或者網路的那個屏幕上升的 它就自動怎樣 水平擴展 幫你把機器增加 對不對 然後人家進來搶貨 搶完了之後呢 就走了對不對 然後CPULoading這樣 就下來了 對不對 會不會我剛才提的壓圖 對啊 欸 圖壓完了 就回到 比如說一個 這樣子 OK 好 然後呢 這邊就是 儲評相當是怎麼 像GCS或是Firestore 但只Firestore 非剛剛的比Firestore 這兩個都是儲評相當 然後GCS的話 好處是什麼 好處非常非常平 它是一個object storage 然後呢 它兩個object storage 比如說你還可以 藉著像Firestore 的服務 你在A做實驗 丟到GCS的bucket對不對 你要跟另外的同學共享 然後呢 你就只能透過Firestore 定期扣到另外一面去 早期如果你要這樣做 你可能會綁一台機器對不對 然後去做什麼 GCS的體質 去做Copy 或是Async 對啊 所以Google有很多配套服務 來做這件事 那Firestore你可以把它想一次 就是你在Google上面呢 你要去做像NFS這樣分享 啊 OK 殺招 Bitquery 欸 為什麼要使用雲端呢 不用雲端對不對 你想想看喔 假設你是基於網站 然後你賣電商的商品 對吧 然後呢你在用什麼 618 雙11 雙12對不對 就很多人來存取啊 可是呢 每年到這個時候 老闆就問你今天是 這個意思 欸 那個 我們現在這個 產品的熱門時段 同時間有多少人來存取 每一個UIL 對不對 存取的次數跟頻率 到底怎麼樣 那 各位會怎麼做 好 那我們就把LOG掉出來 對不對 可是LOG掉是 問你來的啊 LOG可能幾億個 對啊 這個時候 你平常會 地端放一大堆機器來分享這個嗎 答案是不會 但是你呢 你可以多用Bitquery Bitquery它實際上呢 比如說 你可能就是把EOBOG丟到GQS 它可以怎樣 很快速的有沒有 讓你用GQE版怎樣 很快去做一些分析 當然還有其他很多的用 OK 好 然後呢 這兩年大家很關心 有沒有叫GKE GKE GKE其實就是什麼 在Google上的Creaties服務 那GKE有所謂 GKE的Standard跟AutoPilot 就是 欸你要不要管這GKE的Cluster 還是像PASS 一做起來對不對 我覺得KBASS可以用 然後上面就有方船幫你做 所以 這兩年其實 大家會談過你說 欸 在地端我到底需不需要 我到底要不要 自己叫KBASS的Cluster 呃 可以啦 可以啦 但是呢 你就要去想像那個 你的那個機房啊 人力啊 圍運啊 因為KBASS的那個 KBASS那個Lifecycle 其實非常非常的快 對不對 以前 欸 問一下 各位說好 一般的作業系統 一般作業系統 壽命大概多久 一般的作業系統 一般作業系統 比如說 Rain Enterprise Server Rain Enterprise Server 一般是 18到24個月 對吧 所以你的工程師 會不會比自己 很奇怪說 我用一個OS 大概什麼 大概是一年 大概要兩年嘛 對不對 然後 像 在GKE上面 一般的 現在在KBASS 其實 以KBASS來講 Coverty大概是 四個月 可能就是一起了 對不對 然後他們在AEA 可能就是 某一個版本GKE的 前三個版本他們才維護 那你想想看呢 如果你在地端做這些事情 你可能幾個月 或是半年 或是一年 你就要一直要去忙什麼 一直要去忙這些什麼 這些Cluster 這些升降級 那你可能就很累 那要做什麼 像Club function 或者Club CD 大家這個要做什麼呢 那Club function 可能跟Club run可以一起想 就是說 你有某些API 要run在GKE上面 很快速的去提供一些服務 或是說 講到那個 比如說 你寫一個爬蟲的API 對不對 你現在呢 你現在有在去做爬蟲查價 你想爬別人 人家也想爬你 對不對 那怎麼辦 可是你 你如果是用單一記憶爬的 爬一爬 那個IP的詞取師 累積到一定對不對 那它就block你了 那你可以想 欸 假設你用Club function 欸我就在散 在很多很多 我們剛才講 我們剛才有講了region 各不同的國家對不對 我就一次散到 十幾二十個region 然後呢 就爬你 爬完之後下次 假設它的時間夠長 有被recycle之後 它下次再產生的時候 那個unrelegate 又是一個新的IP 對不對 嗯 就比較不好打擾 有沒有 然後還有 在加速上面 OK 在加速上面 其實這個都一樣 我們可以透過CDN來做一些加速 OK 然後呢 這邊 當然現在其實我們 你們兩個都透過iN來做捷運控管 然後呢 如果你的公司還沒有使用Google的Warespace 可是呢 我想問一下 請問你們公司 有使用GCP 讓我知道一下好不好 謝謝 好 你們公司的GCP 可以讓user 用個人Gmail登錄的請 那我知道一下 欸這才不能舉 好不好 欸 想到一件事 如果你們公司可以讓 讓同人使用GCP 可是它用個人使用Gmail的時候 那如果它離職的時候怎麼辦 有一點硬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很難管控它 你有沒有說 欸 那你聯絡我公司用Gmail拔掉 這個 這個對話好像怪怪的 對不對 好 還有就是比如說 各位知道 iN有時候 你可以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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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BQ上面 可是你當初它這個權限 如果是負債 某個Table上面 你會把它抓出來 你大概就很崩潰 那 我這樣講的都很會揍我 有一個人叫Claradentity 它其實也有免費版 就50人以內 你可以 你有DLU 你可以創造一個Claradentity 你就可以讓它 用你公司的Domain 去做登錄驗證 當然 你全權的負債是用群組的地方附出去了 那這個你只要離職對不對 你自己困擾它 的力量 拔掉它就可以了 好 那Claradentity 也是殺招 就是說 你在上面的這些MATRIC 你就可以把它射成ALER 對不對 發生事情的時候通知你 叫你起床這樣子 那你可以結合像Telego或其他的部分來做 好 好 那這邊有個服務比對 一樣就放在Style上面 因為 有時候有些名詞的 A2跟A2算是什麼 那在GTB大概是長什麼 那這邊就有一個比對表 可以嗎 OK 那這個就在Style裡面 這個大周各位都可以做參照 好 然後呢 最後很快速的講一下 就是說 有一些工具 就像Cloud Share 你就可以在Style上面用 然後呢 這邊蠻推 各位要使用Google SDK 但我再有一個聯繫說 我可以使用Telephone之類 OK沒有問題 好 所以呢 建議各位可以使用一些P次負責工具 像Cloud SDK 還有其他 其他來做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 我跟你講三個平台都一樣 有時候你打開的時候 你才發現說 嗯 那網軍的Console跟昨天看起來 不太一樣 然後呢 同一個Console 切到另外一個計畫 怎麼這個界面這不太一樣 這個不只GC應該出現 220的出現對不對 所以使用Karmina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可以確保你每一個同仁在做的時候 都有相當的輸出這樣子 可以放這邊各位用 然後 如果你要畫架構圖的話呢 就建議各位使用GeoIO 因為它上面有很多AWS GCP跟A9的這些圖 你可以很方便去畫這些架構圖 然後呢 建議各位 帳範密碼是相對脆弱的 帳範密碼是相對脆弱的 所以當你要使用 使用那個 登錄的時候呢 我在網路會講用IPA 這也OK啦 那其實至少你要有雙音速認證 不管你要什麼樣的雙音速認證 好 然後呢 Google如果你要使用它的話呢 嘿 記得要去算錢 記得要去算錢 它要去考慮 但如果很貼心 你只要選擇說 我要建立Essence對不對 然後 右邊就有價錢 還有扣掉SED的價錢 都在台灣 所以最後一個速度測試就比較沒feel 因為你只要按一下 它就告訴你說 OK 這些相關器的機房 它的PIN值是多少 所以你在台灣 這個等下再穩定下 等下台會浮上來 OK 好 好 最後 好 雲南很簡單 就是如果說你做在廣東的話 雲南就是很簡單 就是 效能成本可惜性三選一 對不對 沒有那種 越好越快越便宜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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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只能選兩種 好 好 那如果是新的服務 建議你會放在雲南上面 那如果新的服務 你會先把雲南東西搬上去 然後呢 這剛剛有什麼最佳化的方式 因為雲南服務真的很多種 100多種 有時候你跟他們說 雲南有這個東西 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呢 我相信後面大概 不管是全雲南或是雲南 已經是個趨勢了 那就是 非常鼓勵大家 可以多使用一些 雲南的東西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剛好 也要問問題 有人要問問題嗎 有嗎 沒有嗎 12點他們要吃飯了 還是 還是大家要吃飯了 呵呵 對啊 沒有問題嗎 好沒有問題 那就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好我們攤位在312教室 大家可以去我們的攤位 GDG的攤位去看 那 學生的話有GDSC 都在那邊 麻煩等一下這兩排先幫我控起來 盡量往這邊做 這兩排麻煩盡量幫我控下來 謝謝 趁中午時間到 我們可以到我們的攤位去逛 謝謝大家參與 �니다 謝謝 我們坐在我們 兩邊 那點 謝謝 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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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午餐的時間來聽我們Rombo的演講 那我們就直接交給我們 Flutter GD Rombo 很謝謝大家這個 這個吃飯時間來聽這一個基本上 整場talk我計畫都是 基本上內容都是幹話啦 我是Rombo 沒有什麼好介紹的 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就要先介紹一下大概我10年前做的一件事情 大概在2007年08年的時候 那時候 我跟另外一個朋友開了一家小公司 然後接受一家 台灣當時還蠻大的一個網路公司的 現在可能還蠻大的 也算是蠻大的啦 但是哪家公司我們那時候就幫 幫他做了一套輸入法 然後那個輸入法反正做一做的那個 那個公司後來也沒有力氣可以經營下去 所以大概在 大概在 2011年的時候他又停止了那個計畫 然後大概在2012年左右的時候他就把它 那個open source出來 但因為那一個公司他不是所有東西都是屬於那個公司的 他只開放了程式碼 然後 然後那一個沒有開放磁庫 所以後面 就算他開放的程式碼大概也沒辦法維護 但對我們這種原始開發者就比較苦惱 因為那個 就算那家公司 停止維護了那套輸入法 可是這輸入法是個 畢竟是個天天在用的東西 然後我們 自己也在用自己 然後我們自己也需要一個我們能夠用的輸入法嘛 所以大概就是我們把當時 寫過的演算法的部分拆出來 然後另外一個朋友做了 一套磁庫啊這個東西叫做小賣輸入法 從2012年發展到現在 然後基本上 我們只管自己要用 然後 然後那個 然後其他大家有很多需求我們可能沒管 因為那個東西對我們來說 他已經不是一個 工作 他就是一個side project 那個 在週末什麼有空的時候自己改一改 覺得哪裡不順的時候去改出來的東西 所以 這個東西在2022年初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兩個版本 因為我們幾個開發者他除了有 有在用Mac之外 另外就是有在用Linux 什麼Windows什麼就不管了 那最主要這個他的演算法 他的構成是這個樣子 一套注音輸入法的組成 你包含了最基本的瓷庫 那這個瓷庫一定是跨平台的 然後 你仔細去看的話 他的元件包含了他是那個 注音排列 就比方說我們一邊最常用的是 所謂大鍵盤或者是所謂標準鍵盤 那種就是 啵啵啵啵啵這樣排下去 但是還有很多不同的 排列方式 像 像比如說有些人用自然輸入法 你可能會用到許適鍵盤 或者說當初你用 很早很早20年前就用以天 以天輸入系統的時候你可能用過什麼 以天26件或者以天排列什麼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有一套組織引擎 然後 然後就是說我把字根打進去之後 他 按照一定的分數跑出最高 你可能就打的叫什麼字 這個東西 全字以情 然後 語言模型最主要就是 它跟詞庫其實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 所謂語言模型就是在中文這個語言當中 我們收了一些語料 然後認為說哪些詞彙 它的那個出現的機率是多少 然後我們 我們透過機率再去排列出 那個最有可能出現的東西 然後那個 然後再來就是你整個案件邏輯 就是說 你字跟 就是說 按鍵處理邏輯就把 後面那些東西 再做個前端 我按了一個A 這個A你會先經過 所謂的注音排列 它A到底是在 以天排列或者標準排列 它是什麼東西 然後去產生字根 字根再去 再去送到那一個 送到組織模型去 才會產生下來一個東西 總之 在我們MacOS版本的話 大部分 最底下的東西都是用C++寫的 然後是一些上層邏輯 我們用Swift跟upjc來寫 然後另外我們做了一些減法轉換跟 跟一些系統框架 然後在 在Linux上面的話 我們用了 也就是說 C++的部分的程式都是共用的 然後 然後我們 最基於呢 就是FCITX45的一個框架 然後做了一個輸入法 開發 因為那個 我們最早就 我們這幾個開發者就是用Mac跟Linux為主 但是在今年5月初的時候呢 我們自己內部有一個聊天室 我們就講了一個玩笑話 就是我另外一個朋友呢 那個 就當初我跟他兩個人一起開公司 然後後來他去美國呢 去美國是為了女孩子 這種故事不講了 然後 然後就有一天他就想說啊 我們 那一個 最近聽說很多東西都是用Rust寫的 那Rust 到底有什麼應用成 那個殺手機應用是用Rust寫的 然後我自己就講了一句玩笑話 我據我所知 這幾年所有的殺手機應用都是用JavaScript寫的 那所以我們自己做這一個 小麥輸入法 我們寫了這麼多的C++ 這個好像 之所以一直沒有人要用 都因為我們不是用JavaScript寫的 你用JavaScript才能夠寫出真正的那種殺手機 所以我們要不要考慮就是 那個Google有一套東西叫做那個 Google Input Tools 我們把 把我們的小麥輸入法做成是 以用JavaScript寫成一個 以網頁為主的一個輸入法呢 那 所以我們對照了所有的 原來的框架 就是說 最後我們要怎樣在瀏覽器裡頭做輸入法 完全沒有想清楚 但是因為一個輸入法做起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我們就先把所有的 原本用C++或者是 那個Object C++寫出來的code呢 先不管都是 那個 我們通通先把C++那個翻譯成那個Type Screen 因為原本那個這些扣其實很小 整個 整個code base 從C++翻譯成Type Screen 最後翻譯出來這個大概也都是在這個5000行左右 但是 我寫好了整個輸入法引擎 但是我要整把這個東西放進瀏覽器裡頭 或是在瀏覽器裡頭有一些 基本的一個UI啊像選字窗啊那個什麼 或者是那個 那個按鍵的輸入 到底要怎麼做 不知道 但是反正這個東西會先弄到 然後我們就先把這些事情做進去 然後做完之後呢我們才開始去做 到底要怎麼把 到底要怎麼把那個 我們寫好的輸入法引擎放到瀏覽器裡頭 所以我們就先去Google搜尋一下 然後我發現W3C大概在若干年前 好像定義了一個 在瀏覽器裡頭做輸入法的規格 就叫做那個RME API 看了之後很興奮 然後就覺得說那 W3C定了這個API只有多人實作呢 然後仔細一看 只有那個 只有IE11跟 Edge12到18 好 那個大家就知道這個這條路 這條路應該是行不通的 那那不然的話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那個 就是說在正規網頁我們就做這個政策調查嘛 那一般來說 我們所看到的那種什麼瀏覽器輸入法 有一種方法是 在一個網頁就是連上那個網站之後 就說這邊有個輸入法 比較有名的什麼十幾年前 就有人做那個 那個無蝦米他們官方就做了一個叫做線上無蝦米的東西 他給你文字礦在裡面打無蝦米 然後Google他自己有個網站 叫做那一個 就叫做Google import tools的線上版本 另外有一個朋友他大概大概應該13年左右 他那時候他就跟 他對我也知道這個 他們就拿了小 他就拿了小麥注音 然後JavaScript做了一個叫做JS注音的一個東西 可是 他做起來的JS注音 整個邏輯比較像是拼音輸入法 所以對我來說那個東西是用不慣的 那再來就是 你可能就 不會是指 就做一個網站 你就是做成一個 extension 他變成是瀏覽器的一部分 所以像那個Google import tools 也有 也有一個extension的版本啊 然後 然後我就查了那個 Wikipedia 也做了一個那個叫做那個 他自己的一個輸入法 可是他都是拿來讓你打印度文字或什麼的 那 另外跟我們一個比較有關的事情 大家也是13年那種ChromeOS剛出來的時候 那有一個朋友叫做Piap 那個他 他那時候已經去Google了 所以 他在ChromeOS上做了一套 叫做JSSync的東西 也就是 他有個 Chrome extension 然後可以去載入 像是什麼 行列啊 傳統注音 等等 就是那種表格式的一個輸入法 但是很奇怪就是 我們去試用它的時候 在ChromeOS裡頭可以用 但是在現在的Chrome瀏覽器裡頭已經沒辦法 你就能打字 它個字也是送不出去的 那既然如此的話 那麼就想 那沒關係 那我就 先不管它 那一個 我就先做單純的一個網頁 然後這個網頁就是 就是Tex Area 然後這個東西 做起來還蠻順利的 因為我只要在Tex Area裡頭去攔截 叫做Unkey Down跟Unkey Up 這兩個事件 然後 然後我就可以把 把我要的 我要的按鍵那個 送 就直接送出去 其實那個我們就可以直接 點下去看一下 然後 這個現在是用 這個整個輸入法的詞庫現在還沒有壓縮過 所以你會感到到 那個它可能有點慢 然後 好 等它得到之後 我們先回來 先 好 所以你在這邊就可以 所以 還沒跑 算了算了算了 這件性能很慢 好 那整個輸入法我們壓出來之後 它那個詞庫 詞庫大概7MG 但我們最近在做一些詞庫的壓縮 那我們想法就是 那個像Tim那時候在做 那個 JS注音的時候 他是先把Java Square先載入進來 然後 然後Java Square再去把那個詞庫當作這個文字檔 打入進去 但是 就仔細想一想就正前頭 那個Webpack這麼進步 我們乾脆就全部把它統統打包進去 然後姑且就覺得說 你就是 這個網頁開起來之後 就整個記憶體會載入 大概這個7MG Java Square 你就看到記憶體聲出去 那你覺得可能7MG是不是很大 那一開始覺得說好像需要擔心一下 但是我就去做了一些其他網站比較 我就去打開了Google Map 然後我看Google Map一開起來 他就吃掉我200MG 我就覺得 只有7MG 那我就放心了 好 那既然如此 我們在 做一個單一的網頁 我們去驗證它是成功的 那我們就 試試看 我們可不可以像Google Extension 一路來做一個 就是真的來做一個 那個Google Import Tools的代替品 因為 如果你曾經用過Google Import Tools的注音的話 你還真的會蠻想寫個自己的代替品的 好 所以我們先講一下就是 Google Extension的一個基本架構 你需要先寫一個manifest 然後去定義就是說你這個extension的名字啊 然後你需要什麼權限啊什麼的 然後再來 這個extension 告訴 就是告訴Chrome浏覽器你主要要跑的是 你要跑的主要的程式在哪裡 你可能會寫一個 Background Script 就是說 一個extension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你網頁載入之後 它可以去改變你 前景網頁裡頭的一些元素 那個東西就叫做Content.js 但是有些事情是沒有UI的 所以發生在背景做的事情的話 那個東西叫Background 然後叫做 然後manifest2 跟3的那個格式 還有2的話你可以用Background.js 或Background.ml 去載入個JavaScript 到manifest3的時候你用的格式是一個叫做Background worker的 的一個東西 好然後其他的話你可以定義就是一個extension 你按下去之後你有一些 互動的UI呢 那叫做Pubble.html 然後你要一些設定的話叫做Options.html 那既然我們知道這些東西的話 那我們就要來想想看 我真的想要拿Google extension做個代替屏幕 我可以用什麼架構 那我想就是我先用Content.js 這個東西你在網頁載入的時候 我把所有的前景元素的keydown 這些東西攔截下來 然後 然後我用keydown攔截到了鍵盤事件之後 我可以把這個叫做keyboard event 送到Background.js 這樣子我整個瀏覽器開起來 我只要一個Background.js載入7MG的瓷庫 應該就沒問題嘛 然後如果Background.js可以 再把它送到前景 然後就他的前景背景中間 通過一個通道叫做 叫做那個message的一個通道 然後然後我再 再把這個 處理完的結果送到前景 然後前景Content.js 再去畫些什麼UI啊 什麼選擇串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最後 最後就可以用Content.js來送入字串 所以我的輸入法模組就放在CommonCrew 那個都已經寫好了 我只要 理論上我再組成一個Tension 我只要完成這個架構 就可以變成是一個 我只要在任何有那個Chrome的地方 我都可以用的一個輸入法 想像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 整個一出下去之後 發現你每一步都沒辦法做 第一段就是說 那一個 在Chrome裡頭產生出來的這個keyboard event呢 它又基於是另外一個Prototype 那就是說 JavaScript它是一個基於那個Prototype的一種OO語言 就是說它不像是每個 其他語言是每個class嘛 它是 有個Prototype之後 再不斷的去括弄那個Prototype 所以 在 keyboard這個event下面 它還 它還包了另外一個Prototype 而最主要的 你按了什麼按鍵啊 什麼那種東西 是在那個Prototype裡頭 所以如果你直接content script不假思索的把它傳過去 傳到你的背景 過去的話 這一個傳送的通道 會把絕大多數的東西給丟掉 所以你要去傳遞這個事件的話 你必須自己去寫一個物件 把裡頭那個東西一個copy過去之後 你再傳過去 然後這個東西 才會收到 才會收到 然後 所以你就 做這個東西就踩到第一個雷 原來那個keyboard event跟你想的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東西 再來就是 我在前景跟背景的話 它是一個非同步的一個操作 那個 所謂的同步跟非同步 我可能沒有辦法講太多 總之 就是 總之就是如果你在javascript裡頭 你要讓它前景上到背景 你要嘛要用到什麼async 這個關鍵字 要嘛就是 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future 然後 然後 它不是一個馬上可以完成的 就是你要用async去等待它 很不幸的事情是 一個on key down 這個事件 它根本等不了你的那個非同步的東西回來 它馬上就要處理掉 所以 所以 你以為你的書法可以在背景 然後去處理 去處理它前景傳來的那個鍵盤事件 可是事實上 它才剛把東西傳過去 那個鍵盤事件就已經直接去傳到了那個texaria裡頭 所以 所以總之這條路也行不通 如果你真是想要extension 然後你要有個東西可以處理那個keydown事件的話 你必須放到content script 或是沒有辦法放到background script的 那以前 如果說那個 我要 我非要把這個東西送到 送到background script的話 有什麼方法呢 那 那個以前的 那個 所以我們就去stakeoverflow上面去那一個去查一下 以前就說 那我可以 強制就是在on key down那邊 我不把任何的事件 傳遞到那個 傳遞到 網頁裡頭的任何html element裡頭 那一個 直到我的async的事情 回來之後 然後我可以再去產生一些假的鍵盤事件 再傳出去 可是這個東西在Chrome 53之後 Chrome 53它完全 那一個 把 你用程式產生出來的 的鍵盤事件認為都是假的事件 只有真正從鍵盤上傳來的東西 它才處理 所以這條路就整個被封死了 就變成說你 你現在 等於是 你事實 就是說你現在完全沒有辦法用自己的javascript的程式 去產生出鍵盤事件出來 那 那 另外一條路就有人在 講說 其實如果你不用那個 那個原本產生鍵盤事件的API 那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Chrome Debugger Chrome Debugger是一個可以讓你在 Chrome裡頭去做 做網頁測試的一個工具 然後這個東西它有個功能是可以去 讓你去送鍵盤事件 可是你每次啟動Chrome Debugger的時候 你的Chrome會有 一排紅色的東西掉下來 然後你關閉到神場去 所以如果說我走這條路的話 就是你打另外一個按鍵 你就會看到Chrome Debugger啟動的消息 然後送完那個鍵之後 那個Chrome Debugger再把它關掉 那 那很顯然 很顯然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我完全不可能去接受的一個東西嘛 好 再來 再來一個問題就是 當我 當我處理完了這些 就算我把 我的那個 Unkey Down的事件整個移動到了 那個 Content Script去的話 但是 我到底要 怎麼把 我要送的字 送到那個我可以在網頁裡頭打字的地方 那 大家就想得很簡單 以前 網頁裡頭 就覺得可以打字的就是 就是 那個 HTML Input Input 然後Input Input可以接著文字打 可以打字有三種 一種是一般的文字框 一種是搜尋框 搜尋框大概 另外一種是密碼框 那密碼框我們就不處理 另外一種就是所謂的那種多行的那種 text area 那如果 遇到這兩種真的非常簡單 因為你只要去改它的那個 那個 那個Element的Value就好了 可是實際上就不是 那個在網頁裡頭可以打字的東西 還有另外兩種東西 一個叫做那一個 叫做 Content Editable的DIV 它就是個DIV 然後它有多個屬性叫做Content Editable 所以你現在看到很多的網頁的 那種 就是 那種 那種Rich Editor 像你去寫Medium啊 或者是 或 那種 那種 那種編輯器 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DIV 但是還有一個更神奇的 如果 如果你去 如果你去用那種什麼Google Doc 這種東西去寫東西的話 那Google Doc 那一整塊 它會告訴你說 我現在focus的地方是一個iframe 然後 然後那個 那對於 對於這兩種東西 好那旁邊這段的code 這個是 Google的一段code 它告訴你說那個 在網頁上面我就如何去偵測 偵測到有哪些東西可以打字的 然後後面就有兩段就是跟 跟什麼iframe有關的那種事情就 就那種事情就變得非常的神奇 好 那在以前如果說我們是一個 一個editable的DIV 然後我們想要 想要打字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API叫做Document 那個Execute Command 就是說我可以去送一些 所謂的指令 這個指令就是所謂的插入文字跟那個 刪除文字 那以前絕大多數的 像什麼media那種editor 都是用這種東西做的 可是在2022年呢 它就直接告訴你說這個API 已經被dapper給掉 而且你沒有任何其他的替代方案 然後那個 你以前想要按一個按鈕 想要去做Inside HTML 然後你不可以 你就這個API已經 已經完全沒用了 然後新的做法你可能是要想辦法去 整個Dome裡頭去找到一段 找到一段你目前select range 然後呢select range然後在裡頭再去做一些改動 而且你就算你做了那個改動 它常常會跑到奇怪的位置 就是說你以為你可以插入一段字 但是你要插入的位置 我可能完全都是錯的 所以 那 那就覺得很奇妙就是 就是我到2022年 我想要做個輸入法 到底怎麼做 那自己看到這些API全部都不能用 那我就直接去 直接去看一下人家的扣怎麼做嘛 那 現在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去參考了那個PiApp寫的那個JS-Sync JS-Sync很顯然 它那些東西 在2022年的Chrome裡頭也是已經不能用了 那我就去打開那個Google Input Tools的一個extension 然後它是 你打開來當然看不懂 因為它是一個所謂用什麼Webpack弄壓過的JS 但是想辦法就先 先把那個什麼空白什麼先還原回來 然後看了一段Code很可疑 這個Code看起來就是 它就分 它就我剛剛看那個寫的那段Code 它告訴你說 你有不同的四種element 你要怎麼把這送進去 然後我就很快樂的在那邊 下了break point 然後我想說它在什麼路徑下會走到那個地方 然後根據人體實驗結果是 它寫了一段去送 就是我看到它明明就應該是一段送字出去的東西 但是我下了break point 完全沒有進去 也就是說那段Code根本就走不到 然後四三大就是個壓過的JS 你又看不懂對不對 所以總而言之就是 就是 在2022年要怎麼樣把文字順利的送到iframe跟canaedip的DIV裡頭 我只能夠送給大家這張圖叫做我不知道 好 那走到這邊 代表說 然後我走到這邊還發現另外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是 今天你在很多的網站裡頭打字 他會自己去寫他自己的ankydown的一些事件 比方說你那一個 你去那個Facebook那個搜尋框 那個Facebook你 你平常那個搜尋框是窄的 然後你打了一個字之後 他會開始去做一些那種autocomplete的一些搜尋建議 然後 他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他自己去監聽了ankydown 那如果今天我把ankydown換掉 然後變成是 在網頁裡頭的輸入法 去把這個東西處理掉 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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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去改那個 改那個那個搜尋框裡頭的文字的話 雖然說我把字貼進去了 可是那個網站所設計出來的所有的 所有的那些互動也都通通都沒了 那那那 那就是說就像我做了一個網頁輸入法 事實上我在任何的網站 都會讓那個網站變得很難用 對這就是 我所遇到的一個事情 所以 三步轉路轉 我今天 我已經用JavaScript寫好的一個輸入法 我還可以拿來幹嘛呢 所以我們就決定 把這個JavaScript的輸入法 已經拿去做ChromeOS的輸入法 然後這個東西目前 那個已經在那個 在ChromeWebApp上面 那個那個 那邊上架了 所以 那個調查一下有多少同學 已經開始 用過Chromebook 然後 然後你覺得Chromebook那個註音 那Chromebook是用註音輸入法嗎 你覺得那個註音輸入法是人用的 然後Chrome書法有些特色 就譬如說 一般你用什麼Windows Mac 就是說那個 我們 我們一般所知道的註音是 你打打字 然後你按下什麼Shift 那12341 你應該都可以打出驚嘆號嘛對不對 然後那一個 那Chromebook 非常有個性 就是說那一個 呃 你在 已經有這個字後 你去按下打驚嘆號 它不讓你打 然後那個 你必須把所有的字 全部送出去 你才可以打驚嘆號 然後 然後常常會有那種 你字打很長之後 那個 那個 composing buffer 怎麼用 那個 我們就先不講人家壞話 這樣子 總之 總之 呃 我自己也 也是有 幾台電腦 我是把它裝成那個 ChromeOS的flex 就是那個 現在那個 Cloud Radio 最近也有正式版本嘛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說法已經做成Chrome extension 然後也 那目前我就看到有那個有六十幾個人來用 我也沒什麼宣傳 我不知道那六十幾個人是從哪裡來的 這邊 呃 就快速demo一下 大家都知道demo demo就見到要錄影片吧 就 這個字是不是有點小喔 就這個 好 那個 總之 我覺得 小到一個 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播放價值 好那個 首先 就是Google自己的ChromeOS的東西沒有減盤出 所以 所以那一個 第一個我們 小賣注音在ChromeOS上就是可以讓你用那種打 打減出盤啊 那個打盤出減 它是一個可以支援 支援那個 那個 那個 前提中文的輸入法 然後然後再來 你也可以去加入自訂詞 然後可以去 有一些那個 就是那個打 用 直接用注音去打出一些言文字的這種功能 另外我們也用 直接用 在 在網頁裡頭去做了一個相關設定 然後它就是一個Google extension OK OK 好那我們就快速講一下那個ChromeOS的輸入法怎麼做 ChromeOS的一個第三方輸入法它也是extension 然後你在manifest裡頭 你再去加上一個叫做input permission 然後再來就是你照著它的 這個API手冊在這個連結裡頭 那最主要你去監聽 它給你的一個也是那種keydown 那個key event進來 你收到了 鍵盤事件然後你在 你在 然後 你就把那個事件處理完 然後根據這個API你再去更新你要選字窗跟你要送字的API 其實我們已經寫好了一個輸入法你就很 很輕鬆的就去做好一個ChromeOS的輸入法 那 以前JSSync它 它是透過叫做一個native plugin的API去接了一個酷音 所以那個 可是現在Chrome也不允許你用那個nativeplugin的API 那 那所以目前做下來就發現 那個除了ChromeOS內建的輸入法之外 這是 那個目前可能是唯一的智慧選字的那個ChromeOS的 的輸入法 那如果你想要做那個ChromeOS輸入法的開發的話 那 那 因為我們自己就是 用TypeScript寫然後我們是用到那個node的工具鏈跟那個 跟 跟什麼 呃 讓它從TypeScript成JavaScript 所以那個 比較容易的方法是 你 你在那個 ChromeOS裡頭 去把它Linux環境裝起來 那 那 Linux那一套叫做CrossTiny嘛 你就把CrossTiny跑起來之後 在CrossTiny裡頭你裝 你裝了 你裝一個 你裝了node跟那個vscode 然後你就可以在同台機器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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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譯 那什麼npm的什麼那些東西 然後然後你就再用這種空把它打開就好了 好 好 那 現在你要去實作一套ChromeOS輸入法你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那最大的問題就是 Manifest v3 在 在現在如果說你要做個ChromeOS要上架的話 Google一定要求你用v3 你用v2的話它已經 已經不能上架了 然後 然後在Chrome85以後的話都是用 用v3的spec 但是v3 你裡頭就不能夠用 Background.html 或是Background.js 你只能 你只能夠用Background Worker 那Background Worker等等用的API有幾個是爛掉的 第一個是你的i18n 就以前你要去做個Background Worker 我可以很容易的知道 我目前的整個Chrome是在什麼語系 或者是 或是什麼的 但是那一個 然後 但是在Background Worker那個API是壞掉的 所以那 今天你沒有很好的辦法放這樣 放到i18n的話你怎麼辦 那就沒關係要寫死嘛 我就不相信 用註音輸入法的人不會看中文這樣子 然後再來一件事情比較麻煩就是 以前v2的時候有個東西叫做Persistent 代表就是說我這個js跑起來之後 它就 不會被系統殺掉 但是v3就是Google的設計就變成說你不管怎樣 它都 它就是可以去 把你殺掉所以 你現在你去做一個第三方的輸入法 你就發現你用一用那一個會突然都被切毀英文 因為輸入法的那個process已經被Chrome字給kill掉了 然後你每次kill掉你再開始打個字 它會那時候再把你的輸入法重啟 但是前幾個字就不會處理到 你就會發現我一陣子沒用 回來我開始打中文 然後再前幾個字就變英文然後因為英文打一打一打 突然又變回注音 然後再來就是很奇怪的事情是 在我的機器上如果說我去外接一個螢幕 然後讓我的Chrome OS Flex 解析度提高一點就很奇怪 整個輸入法的那個速度就變得很慢 然後再來 Chrome OS的輸入法它其實 它的選字窗它其實提供了一套API 就是橫的跟直的 但是你會發現橫的那套你根本沒辦法用 因為如果說你用橫的選字窗 你把字放上去它根本什麼字都畫不出來 所以就是在這個開發的選擇上面的話 我們就只能夠 只能夠使用直的選字窗 再來就是它的API的文件其實寫得很不清不楚 像它有一個屬性叫做 叫做Input View 那Input View到底是做什麼的 沒有任何文件 所以我也沒有去嘗試去用這個東西 那總之 一開始在5月的時候它只是一個玩笑話 然後大概 大概我大概就是 就是花了 大概這個時間是說 講了一個玩笑話之後 找個週末我先花了兩天 把所有的原本C++的code 轉成是那個Type Script 然後大概就是再隔一個禮拜 就是再花了 就花了兩天決定 決定這個extension搞不下去 然後再隔一個禮拜 那就決定是那個 我要來寫Chrome 那個Chrome OS的輸入法 所以大概就是5月 大概就是一個四個週末所發生的事情 然後再過一個禮拜我就緊把這個東西拿去上架了 所以在6月初的時候 這個東西上架 然後這樣折騰下去之後我突然發現 原本Chrome OS對我來說是一個我沒辦法用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連最基本的一些打字都不行嘛 但是 在我們年初做好了 那個 FTIX的小賣注音 還有那個Chrome OS 現在有了Chrome OS的注音出後 因為 因為在對我來說Chrome OS它就是兩個環境 就是我 我除了瀏覽器之外 我可能會把它裡頭的Linux跑起來 所以 現在無論是 在Chrome OS的瀏覽器 或者是它的Linux環境 我都可以去 至少可以正確地去輸入文字 所以我 這個東西終於就變成是一個 我可以用的東西了 好 那 這個東西我們接下來有什麼開發計劃呢 我可以跟 很誠實地告訴大家沒有任何計劃 但是講到這麼多 CostCop 的目的是一個 它是一個 開源人的年會嘛對不對 那你現在去看 這個專案你會發現很奇怪 我剛剛講了這麼多 但是大家現在找不到它的source code 因為我還沒開放 那這個是不是 蠻不符合CostCop的那個精神的對不對 所以那個你要程式買的話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那個 大家要來見證它開源的那個瞬間 好 這個案子叫做MC Bobbermuffer Web 然後我們來它的設定這邊 然後 往下捲 往下捲 往下捲的話 它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change 它的 accessibility 我們現在把它 make public 好 現在 按了那個按鈕之後現在這個小賣注音 已經 先變成public了 所以那個這個 事實上又多了一個無用的開源專案 好 那我跟大家分享的題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按讚 不錯 謝謝 問問嗎 還是大家肚子餓要吃餓 就是關於搜尋結果 如果用失誤法沒辦法 觸發 那個叫什麼 自動補權功能的話 我記得至少我自己在 大多數的情況 自己用程式送onchange 或者是oninput事件的話 大部分的自動補權功能 都會是正常的 大部分嘛 但是有些網站就是 小部分網站但是有些人特別做的 那些網站 好啊那可能要試試看 onkeydown或者是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我不太確定 為什麼 你會說因為非同步 所以沒辦法 處理onkeydown事件 因為應該是可以 在事後再修改啊 就是不一定要在 事件觸發當下直接改完 對於輸入法來說 對於輸入法來說 我要的就是比方說你打A到Z 這種基本的按鍵 但是很多按鍵是比方說你是什麼 Ctrl A那種是快速鍵 那種東西輸入法不該處理 所以我在onkeydown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 就是我要先過濾掉哪些是我要的key 但是 但是現在 現在那個東西又是非同步的 所以原本的想法 因為你要複寫掉那個行為的話 對於 你的第一步是我送進一個keydown事件 我要不要決定 處理它 要改的就是那個prevent default嗎 那 那 那你的想法是說 我是不是可以先全部prevent default 然後 然後 然後就交給輸入法處理 然後就做後面的事情 但就是這件事情麻煩 因為 你不是什麼 不是什麼案件 都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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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該送prevent default 尤其是鍵盤快速鍵 那所以我剛剛在講的事情是 就是如果說我非同步處理完 發現這個東西 我不是我要的 我必須再產生一個原來的那個key event 然後 然後把 把什麼conjl A,conjl Z 這種東西送出去 但是 我 我自己產生出來的JS事件 就是在Chrome 53之後 是 是 是會被丟掉的 這樣講可以理解嗎 我先 我 我 我先 我 我先 我 我先 因為只有 只有輸入法的那個模組才會知道 這個是不是我可以處理的案件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要在前段就處理掉 後 乾脆把整個輸入法模組全部移到前面來 那悲光Squid又可以整個丟掉 喔 如果只是考慮大小的話 那可以其實把表格放在落成這樣 喔 喔 那 那就改 那個還改蠻大的耶 哈哈 然後那個 你體諒人家是個上班族 那個週末也沒那麼多時間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其實我肚子餓了 哈哈 哈哈哈哈 還有嗎 還有什麼問題嗎 一個小問題 欸 那個慢的部分有 想說要試試看會不會有三點 大概六點 現在不會很慢啊 好 看不會慢 你 你 沒有沒有那是你很奇怪 他的輸入法架構 我不知道他輸入法怎麼弄的 就是你螢幕解決度非常高的時候 那時候會讓輸入法變得很慢 所以一般影響就是說 你一般什麼Chromebook什麼 我都用他蠻開心的 有Chromebook的話可以去試試看 就是那個 反正就在store上面 好嘞好嘞 謝謝 如果沒有的話就謝謝大家 那請大家關注我們FBGDG台北啊 還有 可能台北啊或者什麼 我們會不定期舉辦一些活動 謝謝大家 那如果是下一場的同學 麻煩我這兩位 這兩排的話盡量不要做人 謝謝 謝謝